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的价值密码 让多方实现共赢 成功带火自己家乡 不得不说 最近的风起洛阳太出圈了 王一博饰演的白礼红毅 更是圈粉无数 让好些人都开始关注王一博的同时 也关注到了洛阳这座古城 虽说这部剧本身就是为了宣传洛阳 但是选角也太成功了 王一博的推波助篮下 无疑成功让神都的魅力 向大众打开了一扇门 作为自己的家乡 担任家乡洛阳的文旅推广大使 更是不惜余力地为自己的家乡代言 王一博真是尽职尽责 最近好多人还发现 随着剧的播放结束 洛阳就开始文化宣传的脚步 开放了风起洛阳油 园会 整个园区的开放中 特别显眼的是中兴广场地带 王一博在剧中的各种海报 还有油壶上的夜晚灯光秀 夸都在宠的这个孩子 着实很有排面 最重要的是 这次的游园中 我们发现很多王一博代言的品牌 都参与其中 基本上涵盖了王一博代言的 各种产品囊货其中 果然是财富密码掌控的王一博 这波梦幻联动 确实实现了品牌的推广 城市的宣传 还有各大平台资本的双赢局面 因为一个人 王一博 我们认识了一座古城 一个充满文化底蕴的神都 一部剧为我们传播了 其中的文化精华 这才是最具有价值的体现 王一博的价值 不单纯是商务上的 如今更是在文化娱乐领域 通过自身的影响力 跟庞大的流量做加持 进而让更多的年轻人 在一个轻松的氛围中 学习到更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多方的收益 更是王一博的价值体现 这也难怪好些人说 王一博的商业 价值出现了这个时代少有的精彩 多方的联动配合 更是促进了思域流量的蓬勃发展 但是王一博却可以让思域向多域扩展 因为他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娱乐领域下的身份 他是爱豆 更是演员 是歌手也是跨领域的专业人士 他的多元化发展 造就了他可以很好的匹配到各大品牌调性 更重要的一点 王一博的主流 价值才是让他发光发热的所在 这个时代需要正统的主流 文化来引导 特别是年轻一代 从娱乐的氛围 可以让年轻人更为接受 王一博更是在这种状态下 成功走出来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王一博从来不宠粉 不媚粉 跟粉丝之间保持了很好的距离感 很多人都对他的粘性很大 他更多的是通过自身的特质跟专长 把有价值的观念传递出去 让更多喜欢他的人 从他身上看到属于自己的光 作为演员 王一博是合格的 从百里红一这个角色的蜕变 我们也看了王一博的成长 好的作品加持 实现了口碑跟质量的出圈 最后呢 UNIQ王一博 作为Z一大的佼佼者 他能够有如今的表现 更需要大众的支持 才能让更多的人受益其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